不諒解 無力 家屬等了第六天 情緒已到了領界點 廠商多講一句話 設備全部在台北 那個常備的公路在台北 台北今天拆了一條橋 比我們這邊救命還重要 救援時間一點一點流失 其中A洞和G洞因為被壓在最底層 最難救 等待救援人數是最多的 總數超過40人 家屬不滿直指台北中小橋引道拆除 都比台南救人快 我這個是我們最迫切的一個資訊 為何不能人力吐不進A洞 無論是否怎麼說明 家屬依舊聽不進去 一塊板絕對打得到 兩塊三塊不一定打得下去 好 那今天打的狀況下 打一步就是大概抓一步 他就會人員就進去收 收了沒有問題再出來 然後再繼續先進 所以我們速度慢的原因 是在這裡 安撫家屬強調安全第一 市府預定大綱牙破壞結構 告一段落才能以人力開挖巡人 但最難救的A洞和G洞 至今還有不少人受困圍貫金龍大樓內 家屬們不敢離開救援現場 等待的無非就是那一絲絲襲擊 這個台南綜合報導 警察會本身受困圍貫金龍大樓 完全受困圍貫金龍大樓 下市場勝利 後市場勝利